只因交不起房租 女人只好和房东打扑克偿还 两人玩起了制服游戏 魔爪女越来越兴奋 却不料竟然一屁股坐死了房东 魔爪女瞬间慌了神 看完直播的屠夫知道该她上场了 随后 屠夫带着法兰奇找到魔爪女 直言可以帮她处理这个烂摊子 但她必须交代清楚五号化合物 以及她男朋友火车头的所有事情 另一边 火车头正在接受冲击波的挑战赛 争夺地球上最快男人的称号 她热情地和观众打着招呼 这时法兰奇也潜入更衣室 开始翻找火车头的背包 但却也无所获 原来火车头把五号化合物 藏在了别的位置 与此同时 冲击波也上场了 见对方这么受欢迎 火车头开始有些隐隐不安 电光火时间 他就好像换了个人 整个人变得一场亢奋 很快 火车头和冲击波都已经摆好了起跑姿势 但随着一声枪响 两人瞬间消失在众人眼前 强大的气流险些将观众吹倒 通过慢镜头回放 才看到是火车头率先抵达终点 并且她再次打破世界纪录 现场响起了海啸般的欢呼声 同时电视机前的魔爪女 也为男友高兴 因为火车头答应过她 一旦赢得了比赛 就会公布他们的恋情 但结果火车头再次让她失望 她表示自己还是单身 看着这个渣男 魔爪女毫不犹豫地 给自己注视了五号化合物 在药物的作用下 几千公斤的杠铃 她连续举了两个半小时 把屠夫等人都看傻了 接着她又两出骨刺 不停地对着空气挥拳发泄情绪 这时房东恰好上门收租 因为交不起房租 她只好用每次来偿还 也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从魔爪女口中得到的线索 火车头每次给她带五号化合物时 都会带回来一份大碗宽面 于是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一家面馆附近 果然在蹲守两天半后 发现了一个十分可疑的男人 他们跟随男人来到了一间超市 原来后面还有暗门 这里似乎是个地下窝点 只见三个男人正在吃着盒饭 桌子上还放着重型武器 为了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绕开守卫来到了一旁的仓库里 开始四处翻找五号化合物 这时法兰奇却发现 在里无还被关押着一个女孩 老白劝她不要多管闲事 可法兰奇却从耳不闻 自顾地打开铁门 听到动静的守卫立即赶了过来 女孩直接一个箭步扑倒守卫 轻轻啃的对方的脸 替她把眼泪擦干 看到女孩手段如此残忍 三人顿时赶到头皮发麻 剩下一个守卫见此情形 直接选择自我了结 在解决完守卫后 女孩逃出了地下室 老白却在箱子里 发现了五号化合物的注射器 看来他们一直在用女孩做实验 显然沃特集团背后 还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阴谋